欢迎您收看科技简报 在北京 新的反恐法规赋予当局对科技行业更多的权利 南华早报 根据中国的反恐法 北京市引入了新的规定 赋予市政当局对科技行业更多的权利 这些规定将于明年1月生效 要求互联网公司立即删除 并保留任何被认定为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相关的内容 并向警方报告 此举是中国政府在政治安全和加强对科技行业的控制方面 越来越关注的结果 俄罗斯与伊朗的军事关系将经受住地缘政治压力 路透社 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比亚布科夫表示 俄罗斯与伊朗的军事合作不会受到其他国家的压力影响 这是对美国要求伊朗停止向俄罗斯出售无人机的报道做出的回应 美国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使用伊朗制造的无人机表示担忧 然而 比亚布科夫表示 俄罗斯和伊朗是独立的国家 不会受到美国的指示影响 采取大胆赌注 新的英国机构准备资助突破性技术 金融时报 英国高级研究与发明机构ARIA正准备投资突破性技术 该机构的首席执行官伊朗 古尔伊朗格尔表示 该机构拥有8亿英镑约合11亿美元的预算 计划于下个月公布8位项目总监 每位总监将拥有约5000万英镑的预算来选择和资助项目 ARIA的目标是效仿美国的研究机构 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和高级研究计划局能源RPE的成就 古尔正在探索寻找一种替代硅半导体的人工智能计算技术 古尔表示 ARIA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项目总监们 能否进行大胆而非安全的压注 该机构将资助科学、技术和工程领域的项目 并促进学术界、实验室、初创企业和大型企业之间的合作 报纸报道8月26日 英国独立报 英国的报纸在周六刊登了各种各样的新闻 《每日禁报》和《每日新报》都刊登了唐纳德、特朗普的一张照片 分别称它为说谎者和脾气暴躁 《每日快报》和《每日邮报》报道了一名父亲被盗贼杀害的事件 盗贼试图偷走他的拉布拉多犬 两个家庭敦促警方调查他们婴儿的死亡 他们认为护士路西、莱比可能有责任 独立报称,对指控保护莱比的英国国民保健署高层 现在正在调查举报者的警告 大英博物馆的负责人应对广泛盗窃文物的处理方式辞职 《泰晤士报》报道了可以治愈心理衰竭的减肥药物 I周末报调查了俄罗斯情报机构负责人涉嫌击落一架飞机的指控 根据《金融时报》周末版报道 财政大臣杰里米·亨特希望解决与心理健康相关的工作缺情问题 扩大后的金砖国家可能成为不结盟运动的继任者 《南华早报》 明年金砖国家集团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将扩大至包括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酬长国 该集团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不断增长 目前的五个成员国按购买力评价计算占据全球GDP的32% 六个新成员的加入将使这一数字提升至37% 金砖国家共同希望实现全球秩序更加平衡 并在国际组织中拥有更强的发言权 一家芯片制造商的巨额收益预示着人工智能未来的挑战 华盛顿邮报评论版 芯片制造商NVIDIA在第二季度表现强劲 收入较第一季度增长了88% 较去年同期翻了一番 NVIDIA销售图形处理单元GPU 这些单元不仅用于计算机图形 还用于解决人工智能系统中的计算问题 对GPU的需求超过了供应 给人工智能的增长带来了瓶颈 虽然芯片问题可以通过私人市场解决 但真正的挑战在于匹配电力供应与需求 因为数据中心和数据传输已经占据了全球电力消耗的重要部分 癌症检测等待时间让患者担心生命安危 BBC 一名患有皮肤癌的威尔斯男子发生抱怨 等待两个多月才得到活检结果 73岁的史蒂夫 维斯托弗来自斯旺西的伊斯塔拉费拉 他移除了一个肿块 并被告知可能是癌症 尽管被告知他是高优先级 但他等待了两个多月才得到活检结果 威尔斯的癌症慈善机构表示 现有技术可以更好地减少不必要的等待时间 史蒂夫呼吁开发一款应用程序 让患者可以在通过国民保健系统时跟踪他们的检测 今年6月 威尔斯有超过一半被怀疑患有癌症的患者 在62天的目标期限内开始治疗 SpaceX的诉讼 可能是对美国针对难民偏见政策的重要考验 路透社 美国司法部DOJ对SpaceX提起了诉讼 声称该公司非法拒绝雇佣庇护申请人和难民 SpaceX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回应了这起诉讼 称雇佣非公民将违反武器走私法 然而 司法部的指导警告雇主 努力遵守出口管制法律 并不能豁免他们违反基于公民身份的歧视法 对SpaceX的诉讼是自司法部发布指导意见以来的首例 该指导意见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 但可以在法庭上使用 对当地人来说 他只是另一个布朗特慢跑者 在太阳能圈子里 他是一位摇滚明星 悉尼先驱晨报 马丁·格林是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教授 被誉为全球太阳能研究和开发的领军人物 在过去的40年里 他在太阳能技术的推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对该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 格林最为人所知的是 他在背面钝化发射太阳能电池Plot上的研究 这大大提高了太阳能电池的效率 并使其更具成本效益 他还在太阳能技术的商业化方面 发挥了关键作用 帮助建立了一些革命性的太阳能公司 格林的研究和创新 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因其对该领域的贡献 而获得了许多奖项和赞誉 他被认为是太阳能行业 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并继续推动太阳能技术的发展 格林的工作 帮助太阳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廉价的发电方式 并被视为该领域的先驱 他凭借其成就获得了多个重要奖项 包括千玺技术奖和伊丽莎白女王工程奖 格林的研究和创新 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继续成为太阳能技术发展的推动力量 独家报道 老虎环球基金表示 前员工以虚假信息攻击其公司 路透社 投资公司Tagr Global Management 已通知有限合伙人 该公司成为一名前雇员连续进行的虚假信息攻击的目标 该公司回应了一份文件 据称是纽约客杂志的一篇草稿文章 在最近几个月中流传开来 对该投资公司提出了严厉的指控 Tagr Global表示 这份九页的文件讨论了该公司的投资策略 以及涉及个人不当行为的指控 是一名最近被解雇的员工所写 该公司表示 这些公鸡充斥着谎言 是一名不满的前员工所写 尽管大量资金流入 美国银行认为科技股面临麻烦 加拿大环球邮报 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部门警告称 尽管科技股在过去十周 迎来了最大的资金流入 但在今年下半年 科技股可能面临困难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今年已上涨28% 得益于人们对人工智能潜力的兴趣 然而 美国银行指出 纳斯达克指数与过去15年来 央行流动性激增之间存在相关性 该银行的策略师表示 央行资产负债表减少了3万亿美元 但纳斯达克指数却希望创出新高 印度梦想成为超级大国 但气候变化威胁着新的噩梦 加拿大环球邮报 印度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 对其经济增长和减贫努力 构成了重大挑战 该国已经经历了极端天气事件 包括热浪 对生产力和人类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 农业部门是印度人口的40% 特别容易受到热印机的影响 世界银行估计到2030年 由于热印机相关生产力下降 印度可能会出现3400万个工作岗位的损失 气候变化 对印度的经济成本 不仅仅是财产和生命的损失 热浪可能阻碍经济增长 使印度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麦肯锡公司估计 与热印机相关的生产力下降 可能使印度在本十年末 损失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4.5% 解决印度的气候变化问题 需要减少对碳排放的依赖 但也需要国际合作和援助 印度与其他脆弱国家一样 需要来自中国和美国等主要排放国的支持 它还需要在适应更热的世界 和建立韧性方面得到帮助 印度一直在倡导气候公平和绿色金融 但在G20等国际论坛上 这些问题的进展缓慢 为了减轻气候变化 对其经济的影响 印度需要投资于适应措施 改善基础设施 并促进可持续实践 它还需要优先考虑 弱势人口的福祉和生计 如果没有共同行动和国际合作 印度的经济增长和减贫努力 可能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